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就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吧 3月15号,我探访了美国疫情初期的重灾区之一,长岛纳苏郡 虽然那时还没有颁布居家令,但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顾客已经大幅减少 三个月的封锁之后,5月27号,长岛迈入了重开进程 如今已经进入第三阶段,车流量也几乎恢复到往常的状态 三个月之后,我们再次来到这个罗斯福商场 因为今天过来呢,正好也是这个午餐的时间 所以我在商场的旁边呢,有订了一个餐馆 这是三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在餐馆里糖吃 所以还挺期待的 这就是我们订的餐馆了 谢谢 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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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挺好的 我们有一个小时的休门 我们也要去 OK 四十三 四十三 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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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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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服务员都戴了口罩 那現在在紐約用餐呢是等位之前 都必須要戴上口罩 但是坐下來之後呢就可以把口罩摘掉 現在呢是周日的中午一點鐘 應該說正式吃飯的時候 那這個餐廳呢大概我覺得有十桌左右吧 從6月22日起長島的餐廳就可以開放室內用餐區域 但餐廳的容量只能為正常時期的50% 這家餐廳就採用隔桌開放的方式來控制客容量 不開放的餐桌上會放置紅酒以示禁用 好 好 謝謝 謝謝 其實你有一個味道嗎 沒有味道 我還有一個檸檬的檸檬 可以喝一杯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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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愛吃 好吃 好吃 好香啊 嗯 如果他這樣的話他也收拾不下去 可能 怎麼樣 其實在疫情之前呢 對於西餐我的態度是可吃可不吃 而且往往在很多時候 尤其是我最餓的時候 最想吃的 因為我是湖南人嘛 還是香菜呀 川菜呀 火鍋呀 就是特別辣的東西 但是因為過了那麼長時間 我們大概是從 中國疫情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再吃西餐了 到現在我覺得快半年的時間了 然後現在吃起來也覺得很滿足 因為時間太長了 雖然CDC表示沒有證據顯示 新冠病毒會通過食物傳播 但我在用餐期間 腦海中還是想過好幾次 會不會被感染的顧慮 從我自己作為食客的心態 和餐廳的氛圍來看 現在用餐的體驗 還是與往常不太一樣 我還以為只有我們是這個 亞裔的顧客 現在呢 就來了一家這個亞裔家庭 36 這麼便宜啊 對啊 為啥 服務員那給我們拿錯了單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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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高得這麼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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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擴確 禮諸 我今天来这个罗斯福商场呢 主要是要去布鲁明德尔斯 因为我在网上买了点衣服 我想退到店里去 那我现在要去找布鲁明德尔斯 虽然长岛已经进入第三期重启阶段 但罗斯福雇物中心依然没有开放 目前只有拥有室外入口的商店开门营业 人也不少了 上次来的时候 好像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亚洲人戴了口罩 其他人都没戴 今天来呢 看见几乎所有的人都戴上口罩 至少我看到的人都戴了口罩 咱们正在咱们打开 我会担心吗 担心是给你帮助 谢谢 谢谢 我还不确实在买到这个厚的尺寸 让他去找一下 这个是34号 这是36的 比我的大一号 你不是叫0号吗 1号他们家的我穿1号 他最小就是1号 没有0号 你怎么忙呀 怎么忙呀 我要等他给我找啊 他是人呢 你跟我等我 无论是布鲁明戴尔还是梅西百货 商场的销售员都比往常少得多 也只有少数收银台开放 人流量更大的梅西百货 结账需要排队等待 不过相较于三个多月以前 人们对于新冠病毒有了更强的防御意识 人人都戴上了口罩 商家也尽其所能提供安全的购物环境 但愿这些防疫措施能为经济重启保驾护航 纽约不会因为疫情反弹而再度停滞 感谢您的观看 请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键 关注更多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